鬼异修仙世界第171章五眼 第171章 五眼 洞内的打斗越发激烈 燕归来双掌翻飞 将攻击他的竖茧子一个个拍飞 这些血游击的竖茧子身体比起那些黑游的还要坚硬数倍 若不是全力拍中要害 实在是难以破开他们的防御 将他们杀死 王精英 你去 燕归来见自己实在无法抽身出来 他大喊了一声自己的这个下属 王精英瞬间明白了燕归来的意思 他手中的黑铁细刺 将一头树茧子刺飞后 他整个人向着前方急冲而去 他那双黑没瞬间由黑转白 变得白如双血 他的身体更快了 如一驴鬼影般越过了燕归来 兽形 人形树茧子看见扑向茧树的王精英 他们都封了一般抛下燕归来 向着王精英跳跃而来 可是王精英的身法实在太快了 三丈距离他只是眨眼就到 他远远抛开了那些树茧子 茧树就近在他眼前 他手中附着符文的黑铁细刺举起 就要将符文之力刺进这棵茧的树干内 只是忽地纳如散云的树罐飞出了三影子 向着王精英扑来 茧树之上赫然还有树茧子 王精英只能手腕一抖 黑铁细刺画像三指树茧子 砰的一声 王精英扫中了三指树茧子 但他被震的后退了几步 身后的树茧子都向他扑来 将他的身影都掩盖了起来 但此时从树茧子围攻中脱身的燕龟来 犹如会挪一般 急冲到了茧树之前 再也没有树茧子能阻拦他 他一掌拍了出去 掌心带着冷白的双寒之气 就在要一掌拍断茧树之时 茧树树竿忽然有着无数的骨刺横刺而出 这茧树居然还有攻击能力 那些树茧子也已经放弃攻击王精英 扑向树前的燕龟来 茧树只要能阻拦燕龟来一瞬 树茧子就能扑到 将燕龟来拦下来 只要再给他一些时间 古茧里的树茧子就能全部诞生出来 时间在这一刻似乎放慢了一样 燕龟来双眼一凝 面对骨刺的他不仅没有缩掌回来 他反而加快了落掌 他的手掌居然变成了蓝冰色泽 就似用冰雕出来的手掌 不似人的手掌 冰掌拍碎无数的骨刺 直直没入骨刺之内 拍中了树干 喀拉一声 寒冰不断沿着白骨树干蔓延 茧树正站了起来 骨茧速速落下 骨树拦腰折断 向着后方到了下去 那些距离燕龟来后 被只有数寸距离的树茧子身体骤然僵住 再也无法动弹 全部摔在了地上 站在不远处于武者们对战的树茧子 同样失去了行动力 不少人脸上露出喜色 看向燕龟来所在的位置 周凡眼中感到有些遗憾 可惜这茧树不是他杀死的 不过以他的实力 现在是很难做到杀死茧树 贸然冲上去也无补于事 燕龟来受伤了 那些突出的骨刺刺进他的身体内 使得他除开右背 上身有很多处出现了斑斑斜点 不过他只是皱了皱眉 这骨刺刺入不深 对他来说只是小伤 付出这点代价就能杀死茧树 完全是可以承受的 燕龟来缓缓从骨刺中收涨回来 只是徒弟从那堆满白骨的弟弟 有着一个手掌伸出迅疾朝他拍来 这是燕龟来诛灭简树后 心神最放松的那刻 手掌的主人捉到了最好的时机 那乌飞的手掌快得如一魔鬼影 燕龟来确实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突袭发生 他眼瞳萎缩 匆促监局掌招架 有心算无心 燕龟来这掌打出来太匆促了 两掌相交 的一声 阴寒独量的力量顺着乌飞手掌 向着燕龟来的掌心传来 如复古之躯 没入他体内 燕龟来被这掌急的后退了几步 他完全没有时间将那股奇怪的力量逼出体内 白骨堆有着一道黑影窜了起来 黑影乌飞双掌继续如幻影搬朝燕龟来接连拍来 燕龟来连连挥掌抵挡 砰砰砰声接连响起 每一掌燕龟来就退一步 一连数十掌 燕龟来浑身都被乌黑的气息笼罩起来 他唇齿间喷出了一口红血 黑影的双掌又继续拍来 想要取燕龟来的命 燕大人 王精英最先反应过来 他惊叫一声 以速度断的身法向前扑来 手中黑铁系刺朝黑影刺去 燕龟来才得以后退出两三丈外 这一变故发生在吐齐鼓落之间 极为迅疾 舞者们皆是愣了一下 然后连忙冲了过去 不过没有人敢接近乌黑气息缭绕的燕龟来 他们只是绕了一圈将燕龟来护在了身后 而燕龟来已经盘腿坐在地上 他快速取出了一药瓶 将瓶中的药道出来 吞下去 然后就什么都不看闭上了双眼 就在周凡等人想冲去支援 与那黑影打成一团的王精英时 前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王精英赫然已经被那黑影置住 他被黑影一手掐住了脖子 彻底无法动弹 这让不少人脸上露出了巨异 这可是速度断 只是过了一个呼吸时间就被制服了 他们也就失去了朝前冲的勇气 只是瞪大眼睛想看看那黑影究竟是什么东西 只不过王精英的身体挡住了黑影 众人一时间难以看得清 西 怪异的笑声在山洞内回荡着 笑得人心发慎 不过很快 一个女子凄厉的惨叫声就掩盖了这怪异的笑声 发出惨叫的是王精英 那黑影松开了王精英的脖子 王精英一边惨叫一边连连后退 当王精英转身时 周凡他们才骇然发现 他的眼眶空洞 双眼四周全是血 显然一对眼球都被挖了出来 有两个浮尸窜出小心底将王精英接了回来 但更多的人视线看向那个站立的黑影 他们这才得以看清黑影的样子 他身材瘦血 身上披着去黑的羽衣 羽衣上有着淡淡的黑气缭绕着 他有着一张类似人的脸 宽下巴 厚厚的嘴唇 那鼻子小的就似不存在一样 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眶 因为他的眼眶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让人看得发寒 他的右手握着血淋淋的一对眼球 那是从王精英眼眶挖出来的 诡异修仙世界第172章小葫芦 第172章小葫芦 王精英痛苦哭喊声渐渐淡了下去 使得山洞里显得有些安静 三村舞者都在警惕看着那个怪人 就在周凡他们的注视下 他将那对眼球伸进他那宽阔的嘴咀嚼起来 巴滋巴滋的咀嚼声在山洞内轻轻回荡着 啊 将眼球吞下去后 他满足地长舒了口气 还是人类舞者的眼球最美味 一些看着这幕的人为酸微微涌起 但更多的是对这怪人的距异 眼前的怪人似乎在人与非人之间徘徊 不少人心中浮现起一个名词 人魅 这可能是被认为人魅的怪诀 这时一个舞者中 还有人曾经见过人魅 只是人魅的形象实力各自不同 很难瞬间就肯定这怪人就是人魅 怪人没有眼 不过他那双黑洞的眼眶依然对着周凡他们 轻声笑道 不用紧张 会轮到你们的 忘了介绍 我是你们人类口中的怪诀人魅 听到怪人亲口承认 不少人脸色大变起来 周凡脸色微尘 他不认为短短两天之内 会遇到两个人魅 这就是昨夜遇到的那个人魅 让开 燕归来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响起 周凡等人让开一条道 燕归来依然盘腿坐在地上 缭绕他身体的黑气没有散去 他眼瞳略带寒意看着那人魅道 若是我没猜错 你曾经被落水箱的宜兰斯记录过 你是人魅无眼 宜兰斯对一地造成巨大危害 而又因为朝沙失败逃走的怪诀 都会记录在案 在落水箱的记录中 这人魅无眼极为狡猾 曾经从宜兰斯的手中逃脱 称他有着白利级的实力 现在看来记录没有错 人魅咧开那张大嘴笑道 多谢四名 原来你们称我为无眼 燕归来轻轻咳嗽了起来 他的伤势只是暂时被抑制住了 人魅无眼打入他身体内的怪异力量极为强悍 他含声道 我们还以为你已经离开了落水箱 没想到你还在这里逗留 人魅的智慧与人类相差无几 无眼看着 燕归来轻笑道 我为蛇们要离开 停顿了一下 他脸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 变得阴冷无比 落水可是我的家 凭蛇们你们人类就能占据这里 我又要离开 燕归来沉着脸 是你们怪觉无法容纳人类 要不是你们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威胁 谁吃饱没事撑着来对付你们 无眼狂笑了起来 他似乎听到了天底下最好听的笑话 他笑了一会才歇了下来平静道 这些事我也不懂 只是从我一出生 你们人类的眼球就是我的食物 要是太久不吃 我就会饿死 看来我们注定是无法共存的 燕归来皱眉道 你在利用我们消灭碱树又是为了蛇吗 为了蛇吗 无言冷笑了一声 因为冬秋本来就是我的领域 为了不让你们发现 每次我饿了都是去远处捕食 从来没有骚扰低秋元的村子 但你们人类居然敢将碱树肿到冬秋来 我利用一下你们又算得了蛇吗 这话一出 几乎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恶然之色 碱树居然是人带到冬秋山来的 燕归来同样眼露金色问 你说的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知道 无言摇晃了一下脑袋 如果知道我不介意借用一下你们一蓝丝的力量消灭他 他带着一个红恶鬼面具 很强大 比我甚至比你都要强 我不敢靠得太近 他在这山洞内栽种下碱树 等他成长到一定程度后 就离开了 也正因为碱树已经有一定规模 我处理起来也不好对付 所以只能有你们来了 再说我也有帮忙的 无言说到这里伸出舌头舔 了舔自己后嘴唇 要不是我帮忙袭击了山洞 你们派出来的探索队早就全军覆灭了 恐怕等你们真正寻到碱树的时候 他从二次沉集中醒来时 以天良里一蓝丝的力量也杀不死他了 周凡等之前参加过探索队的人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那些树碱子在就快杀死他们时 退得那么果断 燕归来冷笑道 你是害怕天良里处理不了 到时落水箱那边派人过来 将躲在暗处的你也牵连进去 对吗 五眼黑黑笑了起来 我不否认 落水箱有我害怕的人 但他们应该不会来了 就算来也只是调查一下 燕归来 你故意诱我跟你说这么多话 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 只是我的力量我比你更清楚 一时半刻你是好不了的 我知道你知道 但你依然不敢过来 你怕我 又或者说你不能杀我 我一死 落水箱一栏私肯定会派出高手调查此事 燕归来脸色平静道 五眼又是狂笑了起来 他的声音如夜宵一般 我不敢杀你 那为什么要现身 让你们静静离去不就好了吗 我就是要将你们全部杀了 你受伤 你最强的手下也被我打成残废 只要没有人能逃出去 就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做的 他们只会认为你们跟简树同归于尽了 就算怀疑是其他怪诀做的也无所谓 最多我到外面躲一段时间 等风声过去再回来 燕归来冷喝道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不过来 在那废话这么多干蛇吗 过来杀了我啊 五眼沉默了起来 他确实有些畏惧 畏惧这天两里安东时的临死反扑 正因为他拥有智慧 才不能伺那些仅凭天性来行动的怪诀 那样无所顾忌 要不是王精英 刚才能一股作气杀了这燕归来就好了 燕归来大笑了起来 他笑得很豪迈 解下腰间的一个青皮小葫芦 葫芦只有两个拇指合起来大 显得很未精致 他冷声道 这是我最后的手段 里面有能杀死你的东西 你敢不敢赌一赌 如果你认为我是骗你的 那你就过来杀我 如果你不敢过来 那留下来有什么用 还不如赶紧逃命去 五眼那没有眼珠的眼眶依然忧生的吓人 他的眉毛猝了起来 他在辨认燕归来说的是真还是假 诡异修仙世界第173章片 第173章片 五眼觉得进退两难 让他就这样退去 他很不甘心 要是一旦退去 那冬秋这里他就无法带下去了 他可是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一个安家之所 其他地方不是异常凶险 就是被其他怪诀占领了 但燕归来这样说了 他又不敢轻易过去 他不敢肯定燕归来手中的东西 是否有这样的威力 甚至于无眼想过搬起石头 这样的东西当暗器砸过去 但暗器一类对于仅仅是受伤的燕归来作用不大 他只有到了燕归来身前才能杀了他 周凡看了看人妹五眼 又看了看燕归来手中的小葫芦 他也不太敢肯定燕归来是不是在用话诈那人妹的 燕归来右手拇指与食指捏着小葫芦 他看向五眼的脸色显得很未平静 既然你不敢过来 受伤的我也追不上你 那我走了燕归来挣扎着站起来 但却完全无法站起 又坐在了地上 他脸色为白 有两个扶尸连忙过去 一人一手扶起了燕归来 希望下次我过来的时候 你还在这里 站起来的燕归来又缓缓说 才轻声对舞者们道 我们走 舞者们一边警惕地看着人妹五眼 一边向后退去 燕归来始终面对面看着五眼 众人以不慢的速度扶着燕归来 汉王精英退出了山洞 而无眼始终一动不动 外面落日如红 昏红的余灰映在黑山绿树间 出了山洞一段距离 燕归来不用人搀扶 自己能走动了 他低声喝道 快走 我是在骗他的 不少人脸上露出了慌张之色 连忙快速向前奔走 甚至有浮尸过来 一把提着步履缓慢的燕归来 奔逃了起来 周凡收回盯着燕归来的视线 他一边跟着众人的脚步 一边将自己心双锈刀上的两道小燕符解除 然后附上了紫电符 无眼从山洞里出来 他看着奔逃的众人 不急不忙坠在周凡他们后面 无眼 你就不怕我手中的东西吗 燕归来大声冷喝道 无眼忽然怪笑起来 燕归来 你在骗我 对 我就在骗你 那你过来啊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就是不敢 那我过来了 无眼这样说 速度却没有任何加快 只是跟在他们的后面 你来啊 燕归来继续喊道 我来了 来啊 我就来 这样别开生面的人绝尖斗嘴 听来有些骨鸡可笑 但没有人在笑 因为无眼一旦扑过来 他们恐怕就会被这实力 已经达到百利级的怪诀丝成碎片 无眼没眼 但他却有特殊的办法能看得见 他看到讨伐对那些人脸色沉重中带着的慌张 他心里渐渐有更多的把握 燕归来在骗他 我来了 无眼就四肢前随口说出来一样 但他的身体骤然加快 眨眼间就到了燕归来的一丈左右 只是无眼的身体又居然弹射回去 这是他早已经在脑子想好的 所以他退回去的速度快如绝伦 不少人皆是被无眼的动作吓了一跳 无眼这样做就是为了再次测试燕归来手上 是不是真的握有能杀死他的杀器 他靠近 对方应该会使出来才对的 可是显然没有 无眼一直死死盯着燕归来那被红日印的昏暗的脸 他看到了燕归来脸上残存着的巨异 燕归来似乎被吓愣了一下 他又哈哈笑道 你来了干嘛又回去了 你这比人还胆小的怪诀 这笑声就更似虚张声势了 无眼终于完全确认燕归来是在炸他 他那又厚又阔的口咧开 露出了残忍的笑 你在骗我 你要死了 无眼再度朝燕归来急冲过来 那名提着燕归来的扶尸吓了大跳 他高声喊道 保护燕大人 有扶尸转身 拦在无眼的面前 急冲而来的无眼只是一挥手 就将那名扶尸打飞出去 跑动的人群乱成一团 却没有人能拦住无眼 无眼将那些挡路的舞者随手拍飞 他冲到燕归来的身前 伸出爪子朝燕归来的脑袋抓去 他要将燕归来的脑袋扭下来 就在这瞬间 无眼居然看到燕归来那张惊慌的脸 忽然变得平静了下来 嘴角还带着一丝嘲弄之色 上当了 这是无眼心里唯一的想法 他的脸扭曲了起来 那身黑羽快速生长 将它彻底覆盖起来 只是太迟了 燕归来已经用力捏碎了小葫芦 他嘴唇戏动 念出了一个谁也听不到的音节 捏碎的小葫芦中 有着红色的线弹射而出 就像世间最锐利的剑 画出一道完美的剑弧 剑弧展在近在迟迟的无眼黑羽上 将黑羽切得纷纷洒落 无眼的身体斜裂成了两段 有着黑色的气从剑缝之间血 出 黑羽脱落 露出了无眼那张丑陋的脸 他只是用黑洞般的眼眶 对着已经停下来的燕归来等人 燕归来嘴角溢出了一丝血 刚才的心之间的争斗 以及他所受的伤 都让他心力焦脆 他的右手中捏着一条九红小虫 小虫身体已经僵直一动不动 这是他花了三年时间 才换养出来的九剑虫 他最后的底牌 燕归来挥了挥手 让所有人跟着他后退 无眼必死无疑 但他不敢肯定 无眼临死前是否还能做些蛇吗 人类真是狡诈 无眼的声音变得沙哑了起来 他有些怅然 终究还是他被燕归来骗了 他的身体不断有黑气在泄露而出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的周凡突然一个跳跃 手中的刀斩在 已经必死无疑的无眼头上 靠着紫电符将濒临死亡的 无眼头切了下来 此电符的耀眼电光在无眼身上乱窜 这一下看得所有人都有些发萌 都要死了的怪诀 用得着这样子吗 无眼的头颅在地上滚动着 恰恰正对着周凡 他的上下唇微微细动着轻声道 是你啊 这样也好 死在你这样的人手上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周凡低头微微皱眉 只有他听到了无眼的话 可是无眼话里的一丝是蛇吗 周凡无法问 因为无眼的头颅也开始化作黑色的烟气消散 这人妹无眼一死 居然连残骸都无法剩下 周凡收刀回撬 他转身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他身上 回忆修仙世界第174章 剪心 第174章 剪心 我怕这人妹死前会闹出蛇吗 儿子 周凡脸色平静地对众人解释自己的捕刀行为 一些人脸上露出无语之色 大伙都能看出这人妹肯定是活不了的 用得着这样子吗 不过他们心里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却没有就此多说蛇吗 杀死了人妹 众人手忙脚乱抵扶起一些受伤的人 燕归来看了一眼已经有些暗下来的天色 他脸色凝重道 先回耻道 他们都已经到了极限 这时候断然不能再出什么事了 众人扶着受伤的人 在天彻底飞下来之前 进入迟道 升起了篝火 并将树道幽燕扶投入篝火之内 看着幽兰的火焰团然然升起 不少人心里才松了口气 野外的黑夜很未恐怖 至少凭他们很难在这黑夜中行走 升起篝火后 众人又忙碌了起来 帮着受伤的人疗伤 在过来之前 就已经预料到会有人受伤的情况 所以伤药什么的都带了不少 周凡也在一边帮忙 他的视线看向受伤最严重的燕归来与王精英 王精英的情绪稳定了很多 正有人替他包扎双眼 至于燕归来 他进入迟道后 开口让人不要打扰他 就一直盘腿坐着闭目运公疗伤去了 足足忙碌半个时辰 众人才有闲暇坐下来歇息 吃一些东西 此次出来讨伐检树 算是一波三折 但好歹将检树除掉了 还顺带杀了一个人妹 在这种情况下 只是无缘无故死了三人 已经算是急幸运的事情 周凡在沉默吃着干粮 他偶尔会在别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 观察闭目养伤的燕归来 他在分析这个疑乱斯安东使大人的性情 考虑了一会 周凡才扭开头与鲁奎等人聊天 但他心里却还在琢磨着 无眼临死前对他说的那句话的意思 不过很快周凡就想明白了 他在山里做的那些事 这无眼恐怕一直看在眼中 才会在死前说了那句有些特别的话 周凡心中感到有些寒冷 幸好这无眼没有对他动手 至于无眼为蛇们没有对他动手 周凡就不太敢肯定了 可能是想有人回去报告检树的情况 也可能是基于其他蛇们的考虑 周凡没有多想下去 无眼都死了 这种事再想下去意义也不大 即使获得了胜利 但众人一天奔波战斗 都显得疲惫不堪 商量一下 安排好职业的人员 其余的就都去睡了 周凡不幸被安排了职业 他完成职业之后 就早早入睡了 因为白天已经进入了一次灰河空间 周凡今夜只是直接睡了过去 没有再次能进入灰河空间 一夜无事 清晨就被吆喝喧闹的声音吵醒 周凡睁开眼 坐了起来 灰蒙蒙的天刚刚亮了起来 燕归来的伤势表面上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碍了 他正与没了眼睛的王精英在低声说话 原本王精英的脸色有些暗淡憔悴 但在与燕归来谈完话后 他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燕归来走了过来 看着经过一夜整顿的众人 他淡然道 找几个人跟我上山 周凡 你也去 周凡只是微微点头应了一声 没有多久 就有两个福尸加上周凡 跟着燕归来重新上山 进入东秋山 直奔昨天那个碱树山洞 碱树死了 山洞里面也变得昏暗下去 燕归来找来四根木条点燃 一人举着一个火把 才能看得见山洞里的景象 进入了山洞 首先看到满底的白灰烬 经过一夜 那些树碱子都化成了灰 唯独剩下枯微收缩的碱树 认真找找 看能不能找到东方玉三人的痕迹 燕归来脸色平静道 周凡三人皆是点头 他们散开在山洞里面认真寻找了起来 周凡也低头认真寻找着 不过他看到被杀死的碱树一孩 心里忽而移动 想起了物体急过的碱心 他向着碱树那边搜寻而去 洞里黑暗 燕归来三人只能看见周凡低头搜寻的背影 看不清周凡太细致的动作 坠落的骨茧也早已如树茧子 那般化成了灰烬 他踏在厚厚的灰烬上 在上面留下一个个脚印 周凡左手将火把举得高高 不让火把触碰到碱树的任何位置 他把一不小心将碱树点燃了 他把出心双锈刀 将那些搜集来的骨骸一一拔开 然后他看到了碱树的树桩 他透过火光细心观察 终于发现碱树那条半埋入泥土的树根 这树根不似其他树根那么纯白 而是染上一丝淡淡的灰 周凡将心双锈刀插在地上 他微微弯腰一拉扯那条有些灰的树根 树根很坚韧 周凡的力气也够大 树根被他连带着泥土拉扯起来 周凡抖了抖树根上的泥土 泥土落下后 在树根尾端挂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碱 即使有泥土遮掩 也能看到小碱散发着不算明亮的血光 血光一明一暗 就像会呼吸一样 周凡没有再细看 而是用手扯断了树根 将这没名为碱心的小碱放入浮带里面 他松开树根 踩了几脚 将泥土踏实后 才若无其事继续搜寻起来 在这昏暗的环境下 燕归来三人也无法看到周凡的小动作 寻了一会 有人喝了一声 快来 周凡三人就靠了过去 在山洞的一个角落里 寻到了东方玉穿过的衣物 有人俯身捡起了那柄匕首递给燕归来 燕归来拔出匕首 他看着冰蓝色的剑刃 脸色微冷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 东方玉是死了 对燕归来而言 东方玉的生死本来与他无关 但这毕竟是死在他带领的讨伐队内 这不可不畏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燕归来让周凡三人再继续寻找 他们又寻了一会 但再也没有更多的发现 燕归来摇了摇头 没有再勉强 带着周凡三人离开了洞穴 出了山洞 可以看到昭阳出生 普照大帝 四人在山中走了一会 燕归来忽然道 我要问周凡一些事 你们两个先去 那两个周凡不太熟悉的浮尸 互相对望一眼 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加快了脚步 与周凡燕归来两人 拉开了一段足够远的距离 鬼一修仙世界第175章直问 第175章直问 周凡对燕归来私下找他谈话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他依然在脸上恰当露出一丝紧张 燕归来打亮着周凡 他脸露温和笑道 先谢谢你提醒我注意人妹的事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在对付减数的时候留有后手 第一次见面 你只是力气段 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就已经进入了爆发段 你的爆发段功法是哪里来的 在昨天的战斗中 燕归来留意到周凡爆发时那些特殊之处 以他的眼力一时间也看不出这是什么爆发功法 但看来不比伊兰斯提供的三元暴剧功 差颇有些独到之处周凡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最后还是道 这是家里传下来的爆发段功法 不过封面已经丢失 我也不知道功法的名字 我看着觉得不错 就修炼了 周凡知道四燕归来这种早已经超出爆发段 不知多少过段位的高手 不会觊觎一本小小的爆发段功法 哦 祖上也是舞者吗 燕归来有些亚异问 周凡摇头道 这个不清楚 祖上的事就连我爹也不太知道 往前五六代都是农民 再久远的就不知道了 燕归来了然点点头 其实周凡祖上是舞者又或者那本爆发功法的来历 都只是戏之末节 他不太重视 只是有些奇怪地问问而已 你再跟我说说你与东方玉三个在山上发生的事 尽量详细说 燕归来带着周凡在山上缓缓走着 他开口转入正题 周凡就认真讲述了起来 与昨天那个他与燕归来说出来的版本大同小异 燕归来听完后 停住了脚步 那双眼瞳盯着周凡 他的眼瞳变得锐利起来 周凡微微低头 不敢与他对视 你口称东方玉为东方大人 但其实你对他恨之入骨 对吗 燕归来沉声喝问 不敢 周凡眨了眨眼回答 给我说真话 燕归来冷冷道 周凡脸上露出挣扎之色 他抬起头 脸露怒色大声道 是 我当然恨他 他要我们三人去送死 我怎么不可能恨他 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否则连我爹娘都会跟着遭殃 燕归来脸色变得更为冷力 吕声道 是你杀了东方玉 对吗 周凡全身抖了一下 脸上露出惨白之色 他看着燕归来 沉默了一会才声音沙哑道 燕大人是想让我把东方玉之死的责任背起来 对吗 只有你活下来了 发生什么事全由你说了 东方玉的死跟你自然脱不了关系 燕归来冷笑道 你可瞒不过我 坦白承认 我保你一命 周凡脸露苦涩之色 我说的都是实话 燕大人要我承认 就算是假的我也只能承认 只是我希望此事或不及家人 燕归来眼神锐利只是周凡的脸 过了一会 他的脸色才缓和了下来 东方玉的死与你无关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让手下人顶罪的人 刚才燕归来只是试探一下周凡而已 但现在他心里全无疑问了 本来他就没有怎么怀疑周凡 毕竟周凡再厉害 也只是爆发段 而东方玉比周凡还要高一个大境界 一个爆发段想杀死速度段 这种事无意是天方夜谈 周凡如是重负输了口气 燕归来看在眼中 他眼里带着笑意 这只不过是一个乡野间有着舞者天赋的质朴少年郎 刚才他的试探实在是没必要 快到山脚的时候 周凡又脸色发苦道 燕大人相信我 但听说那东方玉是出自高门大法 他家里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燕归来脸色平静道 这个你不用太担心 由我来处理 周凡一脸诚恳向燕归来连声道谢 回了迟道 两人就没有再聊起此事 一众人见燕归来带着周凡回来 众人就走了过去 燕归来看着众人道 经过搜寻 东方玉三个人已经确认死亡 此话让场上的氛围一沉 蟒牛村与尹妇村都为村子死去的舞者叹息了一声 尤其是尹妇村的两位浮尸 他们心中只叹气 尹妇村包括他们两个 也只有三个舞者了 尹妇村能不能保住都难说了 但让众人感到更大压力的是来自高门大法的东方玉死了 万一东方家怪醉下来 不是他们三个村子能承受的 燕归来看着众人脸上的表情 他缓缓道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蛇吗 东方玉仪是我会揽下来 但有一点 你们要注意的 每个人脸色肃然起来 我知道你们讨厌东方玉 不过他已经死了 那就不能再有任何非议他的话传出来 你们就当他是不幸战死的 知道了吗 燕归来沉生喝道 燕归来是为了他们好 东方家不是他们能诋毁的 众人齐齐因了声势 还有就是 无论是谁来找你们 你们都不能将东方玉的事情透露给他 给我咬死了他是不幸战死的 否则出了是谁也救不了你们 燕归来再次缓缓道 众人犹豫了一下还是因了下来 要是有人敢到村子来威胁你们 你们就通过消息符通知我 我来处理 你们要记住 天梁里不是门阀的领地 燕归来脸色肃然最后补充说 燕归来承诺将事情揽下来 不少人心里都算松了口气 他们没有多说 而是准备在此分开 各自回自己的村 不过在分离之时 六位服尸还是将燕归来围住了 他们是向燕归来询问搬迁之事 其实不仅仅是三秋村 蟒牛与引父两村也动了搬迁的心思 只要不是瞎子 都能看出最近这个偏僻之地的异常 燕归来对于此事早已经知道 他看着三个村子的六位服尸 想了想到搬迁的是要十分谨慎 私里人手紧张 无法派出人手帮你们的忙 所以能不搬就不搬 但要是实在无法 给你们三个村子优先搬迁的权利 只要用消息符告诉私里医生就好 不用等天良里这边的回复 六位服尸脸上皆是露出了喜色 不过他们更关心的是三个村子能落脚的地方 关于这点 燕归来觉得有些头痛 天良里的地方不算小 但因为怪觉的原因真正是和安居之处 并不多 燕归来让人取来地图 看着羊皮卷上早已熟悉的山川河流 他犹豫着手指一点地图接近中心的一处到 那就这里吧 诡异修仙世界第176章东方来人 第176章东方来人 六位服尸看着燕归来指着的地方 皆是愣了一下 他们皆是惊喜交杂 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 那个地方对天良里来说都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燕归来脸色平静道 你们没有意义吧 这已经是我能替三个村子寻到最好的地方 要是你们不满意 那还有备选的 只不过那些备选之地 比起三村现在的位置也好不到哪里去 三秋村黄服尸看了一眼毛服尸 毛服尸犹豫了一下还是微微点头 黄服尸就道 那就听燕大人的 此处已经很好了 蟒牛村与尹富村的服尸们见三秋村同意了 他们也同意了下来 一路顺利回到三秋村 见村子没事 黄毛两位服尸以及周凡三人皆是放心了下来 黄毛两位服尸就对周凡他们说了天良里的决定 听到天良里说要是情况再恶化下去 随时能搬迁 并且搬迁之处也已经选好 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淡淡的喜意 此次歼灭减树 三秋村一人不死 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事情 不过巡逻队里的事情还是要他们去处理 众人又忙碌了起来 患下在村里差点泪成狗的罗村症 周凡独自只守一片区域 在没人的时候 他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他能骗过燕归来 但不代表一点事都没有了 对于燕归来此人 周凡看了很久 他还是相信燕归来不会骗他 但他不能确认 燕归来是否真正能挡住东方家的压力 又或者东方家会不会绕开燕归来 根据某些蛛丝马迹 寻到他身上来 毕竟现场很多舞者都知道四人出去 只有他一人活着回来了 即使三村舞者都被下了封口令 要是东方家的人寻到任意一个舞者 威逼一番或许就会查到他身上来了 怎么办呢 带着父母一起逃亡 这条路不到最后 周凡都不会做 野外实在是太危险了 周凡想了很多 最后他长输了口气 只能暂时先看看再说了 不过在此之前要尽快想法提升自己的实力 燕归来带着双目失明的王精英在迟道上赶路 王精英的言一瞎 回去之后将会从宜兰斯一线退下来 但宜兰斯不会亏待他的 大人你为什么要护住那个叫周凡的 王精英忽而开口询问 燕归来目视前方 只是轻声道 周凡天赋不错 以后可惜纳入宜兰斯帮忙 再说这事本来就与他没有多大关系 他还差点让东方遇害死了 他只是一个无辜的少年郎 退一万步来看 我就算狠心将其扔出去顶锅 东方家可能不会放过他 可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东方家要想追究责任 我依然守当其冲 还不如将他保下来 大人 那东方家会不会对你 王精英有些担心欲言又止 燕归来在他们这些下属中是一个情深义重的好上司 他不想这位上司出什么事 这些你不用担心 这是我又没有做错怕蛇吗 燕归来没稍微挑道 王精英闭上了嘴 但心里依然隐隐担忧 东方家在大魏巢 尤其是天南地狱 也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门法 这是燕归来能抗衡的吗 王精英的眼瞎了 燕归来不得不减缓自己的脚程来迁就王精英 他们走了约半个时辰的路 走在前面的燕归来忽然开口道 停下吧 王精英用耳朵听了听 但没有听到蛇吗 他问道 大人 前面有怪诀出现吗 燕归来摇头道 不是怪诀 而是有人过来了 在这种穷乡辟也的尺道上能遇到人 不得不说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 但前面缓缓走来的两人出现在这里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向着燕归来走来的两人 一个肥头大耳的和尚 他身穿木棉僧衣 僧衣崭新 脸色却是沉得像阴天的雨云 在燕归来的印象中 他不是因为什么事而不高兴才会有这样的脸色 而好似生来就如此 一直都这样 这肥头大耳的和尚是他在宜兰斯的同侪 天梁里宜兰斯安北史元会和尚 至于另一个燕归来就不认得了 他的视线更多放在这人身上 此人是一个面白无虚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穿着一件华贵 镶着金边的青色锦衣长袍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显得悠然聪容 就似是出外踏青的读书人 燕归来眼神为宁 他对这中年男子的身份有了一丝猜测 他应该是东方家的人 东方家的人有着清玉体的绝人血脉 但有些族人血脉会引入体内 容貌就会跟常人无异 所以这中年男子即使没有清玉般的容颜 也不妨碍燕归来做出这样的推测 原会和尚见了燕归来 他脸色依然阴沉 只是平静道 阿弥陀佛 本来还以为要费一些时间的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东方施主 这位就是我斯德安东时燕归来大人 燕大人 这位是东方家的东方语施主 他来找你有事 我就带他过来了 多谢 燕归来脸上没有意外之色 他看向东方语 你是因为东方语事情过来的 东方语笑了笑道 恰好我就在天良里附近 受他们父母所托 就过来看看这位后辈 不知他如何了 燕归来将东方语那柄匕首递给东方语 脸色平静道 他死了 哦 东方语是如何死的 东方语只是低头瞥了一眼精致的匕首 他脸上没有任何的惊讶之色 因为他在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东方语已经死了的消息 他来是为了将事情问明白的 燕归来不急不缓道 他随我去讨发简术 作为查探的先锋队 他带领的小队 不幸遭到数剪子围攻 全军覆灭战死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东方语脸上的笑意稍微收敛道 燕大人 我希望你说的更详细一些 燕归来摇头道 无法详细 他死的时候 我不在场 事后消灭简术后 才找到了他的衣物与这把匕首 东方语笑意全无 眼神变得有些锐利道 燕大人 你这样说 我回去可无法跟他的父母交代 回忆修仙世界第177章背景 第177章背景 王精英脸色为变 他眼瞎了 但他耳朵没聋 他知道这名为东方语的人生气了 不过对着东方语 燕归来依然保持着平静道 东方先生 那你想我怎么说 东方语冷声道 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东方家的弟子就算是死都要死得明明白白 东方语死得不明白吗 燕归来反问 燕大人 东方语实力在不济 他也是一个速度断的武者 他打不过成群的竖茧子 但是见到竖茧子来了 总能逃吧 而且他有着轻欲之体 竖茧子想破他身体的防御可没有这么简单 东方语冷着脸道 燕归来略为沉默了一下道 既然你不信 那我还有第二个版本的说法 你要不要听一下 东方语冷哼一声道 你先说来听听 我自会判断真假 在说之前问一句 你了解东方语吗 燕归来呼而问 东方语微微醋眉道 他年龄不大可能有些顽皮 顽皮 燕归来笑了笑 在讨伐简树时 他不听号令 原本我派其他人去查探消息 他自己却执意要去 那我就让他去了 他上了东秋山 查探了消息本该回来 却贪功冒进 闯入了简树所在的山洞内 妄图靠自己一个人杀死简树 好将所有功劳占了 结果就遭到树剪子围攻而死 不知道这个说法你满意了吗 东方语一直盯着燕归来的脸 他摇头道 荒谬 你不是说查探的小队全部死了吗 你凭什么说他贪功冒进闯入了山洞 燕归来冷静道 他的衣物还有匕首就是在山洞内找到的 树剪子只会将人的骨头带走 可不会将衣物什么的都带回朝 这能当作证据吗 东方语还是摇头道 东方语就算年龄再小 他怎么会明知道那巢穴里都是树剪子 还往里面闯 燕归来脸色为冷道 人都死了 这我怎么知道 或者他就是这么蠢 当然我还有一个更不尊重他的猜测 什么猜测 当时与他上山的还有两人 接下来的我不想继续说下去 免得有损东方家生育 燕归来冷声道 东方语只是稍微想了一下就明白过来燕归来话里的意思 他没有再就此细问下去 问了只会让他颜面无存 东方语冷着脸道 如果我不相信第二个版本的说法呢 燕归来轻笑了一声道 不相信 那就随你们怎么想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想问燕大人 你与东方语的关系如何 东方语打亮着燕归来问 燕归来脸露不屑道 关系很一般 可以说很不好 他上下尊卑不分 斜眼看人 我很不喜欢他 东方语眼神为冷道 那我可不可以说是你不满他 所以杀了他 燕归来哈哈笑了起来道 你要是这样想我也无法 但以东方语的性子 你想在天梁里一蓝丝找出一个喜欢他的人可不容易 元慧法师 你喜欢东方语这样的同僚吗 一直没有吭声的元慧和尚只是长轩一声佛号 低下头没有说话 他不能说违心话 元慧和尚没有说话 事实上也是一种回答 燕归来继续道 所以如果东方家的人想凭着这个 就认为我杀了东方语 会不会牵强一点 东方语沉声道 确实牵强了一点 不过我不能只听你一面之词 就相信你说的话 我希望你陪着我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聚集起来 由我一一去询问 问清楚要是事实 却是似你所说的那样 我代表东方家向燕大人道歉 燕归来没有答话 而是看向元慧和尚问 天良里宜兰斯闲道没事可做 天天拍苍蝇骂 元慧和尚摇头 怪觉层出不穷 私里的人可以说是疲于奔命 贫僧也是百忙之中 勉强腾出手带东方诗主过来的 元慧法师不要误会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燕归来眼神为冷看向东方语 我想说的是宜兰斯很忙 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你不信想去折腾 那就由得你去 宜兰斯这么多事等着我们回去处理 我可没空陪你继续折腾 不过我警告你 这是天良理 不是你们东方家的领地 要是三个村子有什么人因为你死了 宜兰斯必定不会就这样算了的 东方语脸色为变 东方家再强 也不可能跟大卫朝第一机构相抗衡 本来燕归来不陪他去也无所谓 他自己去逮着一个在场的人用行逼问一番 总能问出什么来的 但燕归来这话让他忌惮起来 东方语不甘示弱喝道 大卫朝的律令不用你一个小小的四安时提醒我 但东方家死了人 你是此次任务的主官 别以为就能这样算了 燕归来脸色默然道 东方欲善做主张 该我负的责任我会负 不该我负的责任 我一点都不会负 不过这都是宜兰斯内部的事情 与你们东方家又有什么关系 东方语冷笑道 燕归来 宜兰斯确实很强大 我们这些世家门法也不敢与宜兰斯作对 但宜兰斯不是铁桶一块 我们东方家也有不少高手在宜兰斯任职 你愿意乖乖配合 只要查清楚 证明你的清白 那我们自然不会对你怎么样 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样 燕归来不耐打断反问道 不出一跃 你就会被撤职 赶出宜兰斯 到时你就是一条任东方家践踏的死狗 东方语撕破面皮 毫不顾忌说 燕归来脸上露出绩效之色 你可以试试 看能不能做到 你来之前 东方家的人没告诉你 我是谁吗 东方语愣了一下 他忽然想到这燕归来能做到安东市一职 或许不是什么没有背景的人 就像陪他过来的那个园会和尚 恕我眼拙 你是 东方语微微眯起了眼睛问 燕归来脸色淡然道 岌岌无名之辈 但我来自书院 老师是高相书院的顾燕 东方语眼瞳收缩 他脸长成青色 最后什么话都不敢说 只是拱拱手 就快不离开了 诡异修仙世界第178章暴增 第178章暴增 东方语往来时的方向离去 显然是不打算去那三个村子问询了 原会和尚双手和十 因着脸道 这样做 会不会不太恰当 毕竟东方家始终是死了一个人的 燕归来脸色平静道 没什么不适合的 死就死了 每年一乱丝都会不可避免死一些门法子弟 这是意外 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要接受这个事实 我是说你的态度应该好一些 原会和尚缓缓道 燕归来挑眉冷笑道 态度再好又如何 就算我愿意花时间陪着那东方语去询问一个个在场的人 询问完他肯定又会怀疑我们串弓了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的 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怀疑我 抱着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心思 既然这样 那何必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种事情上 还不如直接撕破脸算了 原会和尚沉默想了想 觉得也有道理 此事是说不清的 那又何必纠缠 不过原会和尚明白 燕归来说出了自己的来历 除非东方家所有人都疯了 才会不惜一切杀死燕归来 此事应该是要不了了之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王精英处于一种震撼之中 他可没想到燕归来是来自那个传说的地方 难怪燕归来一直对东方语的词表现得这么平静 东方语脸上再也没有任何来时的笑意 他的脸色很未凝重 他早应该想到才对的 那燕归来对着他不卑不亢 又是天良里宜兰斯的安东史 这样的人岂会没有任何的背景 如果是其他门法出来的 东方家还能与其掰掰手腕 最不济也可以要个说法 但书院 东方语瞬间习了这种心思 至少他不愿为了东方欲掺汉这种事里面 大魏朝各地有很多间书院 但实际上这些书院都是一家书院的分院 书院也永远只有一个正院长 那就是当今皇帝陛下 从书院里出来的学生称之为天子门生也不畏过 最可怕的是这些书院出来的学生 无论是文人舞者 都狠得皇室信任 在大魏朝各个机构中的人员 足足有五成出自书院 书院出来的人大多是平民出身 极为团结 在皇室的友谊引导下 书院与世家门法相互对抗 算是大魏朝对门法世家的一种制衡 在世大的门法世家也不敢轻易招惹书院 宜兰斯的最有力之源就是书院 门法世家对宜兰斯这个强力机构有着一定的渗透 但怎么样也比不上书院的 宜兰斯的主观基本来自书院 东方家要想将那燕归来赶出宜兰斯 那简直就是一想天开 至于对燕归来暗杀 那就打破了大魏朝最不可触犯的规则 东方家到时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燕归来不算蛇吗 但燕归来的背景让他感到忌惮 燕归来那老师古燕 来自书院又是一个很有名的酿酒大师 这种人门生故旧无数 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至于东方玉的父母只不过是东方家树系的一脉 那死去的东方玉更是天赋平平 否则就不会只能到这种小地方来争一个四安室的位置 还死了 东方玉越想心情越未沉重 为了一个东方玉可不值得 但东方玉的父母恐怕不会像他这么理智 说不定会做出一些让东方家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 这是只有告诉家里的长老们 让长老们去处理了 东方玉一边想着一边取出了消息符 周凡不知道这些事情 就算知道 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松懈 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手中 晚上回来修炼完 周凡就躺在了床上 花了一些时间才熟睡进入灰河空间 站在黑木甲板上的周凡 发现最近雾气越来越浓郁 灰雾要是累积到一定程度 就会被天上的血球吸收 他在搜寻雾的身影 很快他就看到一帐外的灰雾里 隐隐约约可见到雾的背影 周凡朝着那边走了过去 雾的背影变得越发清晰起来 雾 周凡开口唤了一声 他扭头过来 周凡看到的是一张布满钩子的脸 森白的钩子看起来像鱼钩 密密麻麻砸在雾的脸上 还弯曲扭动着 就似有了生命般 将脸上的血肉勾出来 又弹回去 红白相间的血肉看起来毛骨悚然 周凡眼角急剧跳了跳 他强忍住没有一开视线道 你这是在吓我 雾的双唇都是那些细小锐利的鱼钩 唯独他一双灰色的眼眸是完整的 他恼火道 谁吓你了 我这是吃错魂鱼 食物中毒了 周凡一阵无语 那你没事吧 雾摇头道 区区毒素 过几天就会清除了 这次真的是看走眼了 你是要钓鱼吗 雾挥了灰袖子 浓雾被驱散 吊干 沙漏以及天上那琉璃球也浮现了出来 盲望看向空中的琉璃球 琉璃球内足足有着16条大灰虫 以及半条小灰虫 周凡眼露惊喜 他临时跳出去给那人魅捕的最后一刀 果然有效 灰和空间将白丽级的怪诀 人魅归为他斩杀的了 这次的大灰虫有些多啊 物也有些惊讶说 凭你的实力 难道杀死了一个白丽级的怪诀 是那简数吗 周凡摇头笑道 是白丽级的人魅 有人打败了他 让我剪漏了 还真是走了狗食运 物冷亨一声道 似这种捕刀剪漏 一定需要在怪诀 没被灰和空间判定死亡之前才有效 要是你慢了一点 都不会算数的 周凡没有理会物 那酸溜溜的语气 他有了这么多大灰虫 肯定要用的 不可能这么多还储存起来 只是该怎么用呢 目前他最为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境界修为 他现在是爆发中断 只要再凝聚一炉 他就到了中断极限 到时扶下凝炉完 那就能凝聚出第七炉 踏入爆发高段 没有瓶颈 第八炉与第九炉只需要花一些时间就能凝炼出来 那到时爆发高段就完满了 这其中需要时间应该不算多 但问题自己耗得起这个时间嘛 东方家的威胁 寿命稀少的威胁 外部怪诀的威胁 都让周凡觉得很有压力 如果耗得起这个时间 那应该考虑爆发段的下一个境界抗极端的问题才对 这十六条大灰虫到时能给他踏入抗极端提供巨大的帮助 周凡沉吟了起来 他一边想着一边看向那七根吊杆 他的视线忽而落在了金黄吊杆上 就再也挪不开 回忆修仙世界第179章09 第179章09 七根吊杆 莫非吊杆是典籍类吊杆 浅子吊杆是丹药吊杆 翠绿吊杆是灵质吊杆 银白吊杆是气物吊杆 深灰吊杆是随机吊杆 唯独火红与金黄吊杆还无法得知它的类型 火红吊杆还好说 只需要花费小小代价就能探听出它的类型 但金黄吊杆 误说要一年寿命 才告诉周凡他是什么吊杆 不接受任何的灰虫交易 说明这金黄吊杆在七根吊杆之中最为特殊 一年寿命周凡绝对不愿意支付 但现在他有16个鱼饵 何不是事 看这金黄吊杆能吊起什么东西 周凡这样想着的时候 他拿起了宛如黄金般的吊杆 物件词只是双眼瞇了瞇 不过依然一声不航看着 周凡拿着金黄吊杆 来到船边 然后甩了出去 周凡甩出去后 还一脸担心看向琉璃球 确认只是扣除了一个鱼饵后 他才放心下来 但是他很快发现甩落在水中的鱼线 没有像以往那样 很快就吊起了东西 河水围绕鱼线 旋成一个不大不小的漩涡 但鱼线依然没有任何绷紧的迹象 很快漩涡停止 河面恢复瓶颈 金黄鱼线也在缓缓消散 直至消失 这让周凡愣了愣 他拿着光秃秃的吊杆 这是什么状况 鱼线为什么消失了 吊起来的东西呢 周凡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雾 雾性灾乐或笑道 你给我一年寿命我就告诉你 周凡脸色有些难看 他想了想就明白过来了 这是空掉了 金黄吊杆居然还会空掉 这在以前的吊杆之中 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就算在垃圾也应该能吊起一些东西才对的 这就不见一个价值四条小灰虫的鱼耳 让周凡的心里有些抽 触跳了跳 不过很快周凡又一甩黄金钓杆 开始第二次钓鱼 只是 第二次依然什么也没有 又是空掉 周凡气得脸色都黑了 他就不信邪了 再次又一甩黄金钓杆 然而 第三次还是屁都没有 周凡彻底傻眼了 这下他不信邪都不行了 这钓杆还真的太邪门了 一连三次空掉 气得周凡浑身抖了一下 这可是一下不见了三个鱼耳 再钓一次 周凡瞬间耸了 连续三次都没有收获 他不确认是否会一直空掉下去 这些鱼耳都是很珍贵的 就算这次他得到了多一些大灰虫 也不容许他一直在金黄钓杆上浪费下去 不见三条大灰虫做的鱼耳 都让他肉疼不已了 要是换作以前 那可是十二条小灰虫 要杀十二个黑油才能凑出来的 他让自己冷静想了想 觉得空掉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钓杆现在没用 要让船前进到一定程度才有用 第二个就是金黄钓杆存在空掉的概率 但能钓起极贵重的东西 周凡更倾向于第二个原因 贵重的东西先不考虑是什么 就是这空掉的概率可能高得可怕 说不定要花费大量的鱼耳才能钓起一件东西 周凡想到打水票的三个鱼耳 插点气的吐血 这还是吃了信息不明的亏 周凡转身回去 悟那张脸露出笑意 钩子扯动着脸 皮开肉沾的 不痛吗 周凡有些无奈道 痛啊 不过我还是想笑 悟笑着说 你看只需花一年寿命 就能弄明白的是 这又何苦呢 自己怎么跌倒的都不知道 周凡心里有些郁闷 但他没有理会冷嘲热缝的物 周凡将金黄吊肝放下 又认真思索了起来 半晌 周凡拿起了钳子吊肝 这吊肝专掉药物 他希望能吊起一些增加修为的丹药 而不是花费时间去积累 在鱼耳足够的情况下 周凡还是不想用深灰吊肝碰运气 万一再吊起象 断冰出解之类的没用东西 周凡走到栏杆边 他忽然想到金黄吊肝会空掉 那这些吊肝会不会有小概率空掉呢 应该不会的 有了一些心理阴影的周凡一甩吊肝 前子的余线垂入灰盒之内 很快前子余线绷紧 周凡才算松了口气 他一拉吊肝 余线抓上来的是一个棕红色的酒囊 周凡有些讶异 这次吊起来的不是剩着丹药的瓷瓶 居然是酒囊 里面的难道是零酒吗 目前为止他见过燕归来饮用的冰铲酒 自己用过的爆谱酒 还有他得到的一些狂邪酒 灵酒对周凡来说 不算陌生 他拿着酒囊摇了摇 里面响起哗啦啦的水声 应该是酒无误了 周凡拔开酒塞 囊口里面先是窜出灼热的气息 接着有一缕淡然的火焰从口子里生腾而起 周凡挑了挑眉 他当然无法认出这是什么类型的灵酒 他看向悟道 老规矩 一条小灰虫三次鉴定 要是不够 问题来凑 没问题 物对这种小生意提不起什么劲 有些随意道 周凡就将手中的酒囊递给了物 物剥开塞子 他的鼻子用力嗅了嗅 然后舔了舔嘴唇道 一年寿命卖给我算了 让我解解禅 灵酒对他而言 也是一种食物 至于酒的威力并没有什么用 周凡摇头道 你还是先给我说说这是什么酒 要是没用 我可以考虑卖给你 物微微皱眉 还是说道 这是冷艳酒 每天喝一小口 能与你之前的炎阳气融合 增加炎阳气的威力 至于威力 应该跟附加一道黄街中品的服 差不多 这酒本来就是创造了炎阳气 那个流派秘方酿制出来的 吊肝会一定程度上根据吊主的需求 吊起需要的东西 之前周凡吊起了炎阳气 现在吊起冷艳酒 也不是什么出奇的事情 周凡脸露喜意 即使不是增加修为的灵酒 但这对他来说也算一件不错的东西 本来他的炎阳气要靠常年积累火焰精气 才能慢慢增加威力 现在有了冷艳酒 炎阳气的威力就能再上一层次 周凡确认这冷艳酒无法增加修为 他又第二次甩出了吊肝 很快周凡吊起了一白色瓷瓶 周凡连忙打开瓷瓶一看 是三颗乌黑圆 滚的丹药 这与上次吊起来的凝卢丸大小颜色 看起来差不多 难道是凝卢丸 回忆修仙世界第180章醒来的兽猴 第180章 醒来的兽猴 掌心三颗丹药秀起来的气味 也很近似凝卢丸 但周凡犹豫了一下 还是觉得药不能乱吃 万一这药只是类似凝卢丸 是某种不知名的药 甚至是毒丹 那他就完了 丹药最难辨认 周凡还是将瓶中的药递给物鉴定 物只是简单看了看 是凝卢丸 确认是凝卢丸后 周凡脸上露出了笑意 如此一来 他就有四颗凝卢丸 能将五藏卢的余下四卢都给凝占出来 九卢齐全 就能让他达到爆发高段极限 九卢爆燃弓 九卢要是燃烧血气 那还能多增加一倍爆发 加上之前的六倍爆发 那就是七倍爆发 在七倍爆发之下 别说抗极断 就算是普通的速度断也不敢跟他硬碰 周凡收敛心思 如此一来 今夜的钓鱼目的已经全部达到 他想了想 又拿起了银白吊杆 这是气物吊杆 目前来看 他的拥有的物品有不少 但他缺少具有杀伤力的气物 细细想来 他最厉害的居然是黄街中品的紫电符 厉害的气物在关键时候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这次 他居然差点无法破开东方玉 那古怪的清玉金石 当时的情况很危险 要是无法破开 那后果真的难以预料 周凡这样想着的时候 已经甩出了银白吊杆 吊杆很快往下一沉 周凡一提吊杆 银白吊杆拉上来的却是一个长木盒子 和面朴实无法 长方状 周凡打开长木盒子 看到的却是三个黑布袋子 周凡看着四层相似的黑布袋子 他解开其中一个袋子的细绳 里面有数十张十指粗的黄纸符 符面上刻画着黑色的符纹 周凡认了出来 这是他曾经用过的立金符 周凡又打开其中两个袋子一看 发现同样是立金符 拦截上品的立金符 足足有三套 哦 原来是立金符 一般般 物也知道周凡认得立金符 所以就没有隐瞒的意思 在这种位置吊起立金符 运气确实只能算是一般般 周凡对于立金符的威力也算满意 不过立金符让他有些不满意的 必须要用巨刀才行 新双锈刀的体积太小了 无法用得上这种套符 周凡将立金符收入长木盒子内 他看项物说道 按规矩 我有一次鉴定次数没有用 能用来问一个小问题 我想问的是火红吊杆能吊起蛇吗 物只是瞄了一眼火红吊杆 他没有隐瞒到 断材一类的材料 断材 周凡有些不解 误解是道 就是锻造兵器 制造符等杂七杂八的材料 这类东西很未复杂 有矿石 骨头 怪绝的遗骸等一切东西 包罗万有 周凡微微皱眉 要是这样 火红吊杆对目前的他来说 能起到的作用很小 那到现在为止 也就只有金黄吊杆 无法得知他是什么了 这样吧 你要是想知道金黄吊杆的信息 我可以不扣你的寿命 不过你的用你吊到的冷艳酒来换 你愿意换吗 物瞄了一眼那酒红皮囊缓缓到 那还是一年寿命 周凡有些无语 之前物就愿意用一年寿命来收购冷艳酒 这跟他付出了一年寿命没区别 物只是冷笑了一声 难道你还想不劳而获吗 你看 现在多好的机会 你不用付出一年的寿命 就能知道金黄吊杆的秘密 要是你用了冷艳酒 那以后你再想从我这里得到金黄吊杆的秘密 就只能用自己的寿命来换了 周凡犹豫约结了起来 七根吊杆各有作用 这会空吊的金黄吊杆物 要他花一年的寿命才肯跟他换 显然在雾的心里 金黄吊杆显然比起其他六根吊杆更为重要 可是冷艳酒能让炎阳气再次进化 要是这次给了雾 下次未必能再吊起来 周凡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头道 还是不了 我需要冷艳酒 周凡不愿意换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有种预感 就算从雾的口里得到金黄吊杆的信息 也不可能解决空吊的问题 金黄吊杆恐怕需要不少的鱼耳才能吊起东西来 他现在还有九条大灰虫 三条半小灰虫 这样的鱼耳说多也不算多 他要留着为进阶抗几段做准备 金黄吊杆的是在慢慢想办法 物件周凡不同意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没有酒喝 那就不喝 周凡今夜虽然白白损失了三个鱼耳 但总算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再说那白白损失的三个鱼耳也不算完全白费 起码他知道了金黄吊杆会空吊这一信息 周凡没有再继续钓鱼 而是开始修炼刀法 等时间到了 他就退出了灰河空间 醒来后 周凡将调到的三套立金服 冷艳酒 宁炉丸都收好 才转身忙碌白天的事情 三秋村得到了要是实在撑不下去 就能搬迁的允许 在现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 巡逻队只是加强了警惕 村里也在为搬迁的是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 免得到时想搬 再去准备 那是必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周凡作为巡逻队的副队长 也不可避免忙碌起来 一天时间匆匆而过 等到下职时 张木匠找了过来 告诉周凡兽侯醒了 周凡脸露喜色 他跟着张木匠到了张家 然后看见呆坐在门槛的兽侯 兽侯的左背空空荡荡 他的神情有些木然 从醒来 就没有说过话 我和他娘跟他说话 他只会摇头点头 张木匠有些担心轻声说 周凡唯唯点头 无论是谁不见了一条左背 起来后心情都会大受打击 他走了过去轻唤了一声 兽侯 听到周凡的声音 兽侯才抬头看了一眼周凡 他的眼瞳并没有异常之处 看起来很未正常 阿凡 你来了 兽侯居然开口说话了 周凡道 你没事吧 兽侯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背 他那张木然的脸忽然丧了起来 阿凡 我左背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了 周凡叹了口气 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安慰人 兽侯脸色发苦道 我完蛋了 本来就长得丑 现在没了左背 西村尾的翠花就更看不上我了 周凡 张木匠 周凡觉得自己错了 他不应该太担心兽侯的 这种人就算断了两只手两条腿 也不会有多沮丧 赶紧